短信確實出現過熱了 昌星 對 但是我必須要告訴他一點 雖然我們剛才舉差 可是我的觀點是說 多頭並沒有結束 他只是在這邊大型股開始輪動 但是有人就提到巴菲特指標 他已經過熱 過熱 過熱 美股太貴 不過我強調一個重點 還是一樣 是因為這些科技股的大頭們 本益比太高 讓整體太貴 可是你說有些金融股 有些中小型 甚至傳產股 基本上他本益比比較低 所以現在的市場是失衡的 所以大家看到 現在等於是說 標普500是衝過市值 超過太多 現在是190% 如果到200%以上 大家一定要小心 不過在這樣的過程中 其實我的觀察也是跟太宏 其實比較雷同就是說 大家看到昨天 其實上面我們就不再贅述了 納指大跌 小型股大漲 我給大家看下面的 避險的概念 事實上短線就有避險的情緒出來 大家看到黃金 漲是大器的 因為什麼 因為美元直接跳水 我再次強調 現在大家是想說什麼 如果接下來 不是大家在看漲市 大家是在看 美國的GDP 成長的速度 會不會衰退 如果成長速度衰退 經濟開始放緩的時候 這一些科技股 開始就有高檔的壓力 就是說你沒那麼好賺了 所以怎麼樣 開始去塞進避險的情緒 所以避險兩個資金 第一個叫黃金 所以黃金它也對應到美元 所以大家看到 第二個是債券 債券 右下角 昨天的債券殖利率應該是跌的 所以債券 長期的債券就大漲 那債券也是今年沒漲到的 所以同樣的道理 今年也是漲那些 根本還沒漲到的 可是漲多的 大家要注意 包含說台燕煮好對不對 鴻海煮好對不對 但是已經漲很多了 那我為什麼說 這個市還沒有結束 我覺得大家說是這樣 我覺得是這樣 其實我們過去看到 現在都是什麼 股市的最後一波 它現在還有一個資金的浪潮 為什麼 因為還沒有開始 真正的降息 所以現在是怎麼樣 大型股回檔 資金跑到小型股 再拱一波之後 大型股如果沒有辦法創高 這個就是結束了 所以這裡我跟大家講 我們先讓大型股稍微修養 對 所以說大家我跟大家講 不用害怕 這樣不會直接下去了 我們就說 開航空母艦 不會直接轉向嘛 它要慢慢的轉嘛 所以現在就有一點怎麼樣 大型股停下來 小型股呢 繼續拉 資金航行繼續拉 可是如果剛開始 準備降息的時候 大家就要注意囉 如果降息之後 大型股沒有辦法創高 就會像大家看到 2008 2002 那時也是標很多嘛 快速降息是為了什麼 是因為大型股撐不住 市場經濟快速衰退 我們很不希望這樣子出現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今年的第四季 其實相對比較危險啦 所以第三季我覺得 休養生息 第四季應該還有相對的 這就是憲哥常講的 要死也要笑三聲啦 對啦 冷水也要三斗啦 所以現在如果是低斗的話 也不會現在馬上就死啦 還是要照樣還有機會啦 但我們往下來看 是 基本沒有轉換之前 仍然還有一波啦 對 那我覺得其實相對來說呢 你看如果去看恐慌指數的話 其實恐慌跟灘然的指數 到昨天為止還在中間 其實他也沒有在高檔 其實他在高檔的時候 股市才容易大跌嘛 所以現在恐慌指數來到 跟灘然指數來到中檔 表示說有人貪心 可是也有人害怕 昨天科技股大跌 可是稻球沒有大跌 VIX也沒有大漲 所以我認為在這裡呢 只是這個所謂轉換而已啦 藍色的是恐慌灘然指數 紅色是美國標普500 所以看到恐慌灘然指數 恐慌灘然指數並沒有創高 對 所以相對來說 我覺得這個風險應該還沒有到 可是回到台股 我覺得現在的選股車 就像我們講的 你要嘛就選兩種 要嘛就選真正有業績的 如果我們講國泰富幫 那些人都說過 所以我今天講不一樣的 金融撐盤 你看萬資有沒有買 三上售今天還在創新高 所以我覺得 其實你要看什麼 雙綠雙增的 你營收有增 越增又年增的 你看台中營 你看這些都有業績的 萬資有沒有買 有 有沒有漲 有 那我覺得這邊有一個鑽石 大家可以去留意 你說在併購題材過程中 台新金大家有沒有說的 可是我去看 欸 銀生有沒有增加 有 年增有沒有增 萬資有沒有買 有 短線創高 可是它的幅度相對 也沒有那麼大 大家可以做留意 下面這個就是我之前提到的 消費電子 現在不是要開始看球賽了嗎 球賽都還沒有這個開始 做這個所謂的 奧運的一個轉播 欸 友達 今天第二根了 所以前兩天我講了瑞軒 這是小型的對不對 他顧問比較少嘛 可是成交量有沒有 有 兩三萬張 今天就拉漲停 所以我提醒大家 這個追不到了嘛 你就去看台表科 有沒有賺錢 有 外資有沒有買 有 所以我認為呢 消費電子也是機會 那最後如果說你說這一些 你說啊我都 我覺得這都沒說穩穩的 那我來找ETF呢 那ETF我跟大家強調 這時候就不是選高股息ETF 你這時候應該要眼光放大 兩種 一種就是今年沒漲到的 B系列啦 687 這是什麼 BCA都是債券 這是債券的嘛 這是美國的這個20年公債 你看殖利率4.3% 那這個是所謂的公司債 5.5% 那右邊是什麼 高投資品等級債的 那這個是937 這個就是被借到都沒錢的 大家都在ETF為什麼 因為殖利率是6.2% 所以相對來說 我覺得債券呢 大家可以就比較穩 那下面是什麼 剛好反過來 今天漲的是誰 是港股 所以港股A股 今年是漲跌很多啦 所以給你看0066A股 今天低檔長OK 黃申國際指數 恆申今天漲2%多 今天漲騰訊 漲阿里巴巴 所以你看 現在對不對 美國的科技股一跌 市場的資金 轉向中國的科技股 它就是這樣子 資金的翹翹板 所以包含這種所謂的 恆申國際指數 跟中國的高股息 中國也有高股息喔 還有什麼 日本的五大商市 雖然今天的日經 那是跌 但是我覺得 日本五大商市不錯 這是00949 所以我覺得啦 現在是高低機器的轉換 AI我覺得暫時休息一陣子 你應該找不同的題材 來做切入